我真是第一次看到主人坊裡放了一張梳化 接著一個小時內的車程就可以通往香港了 捉住我們後目往北邊走 這個位置就是商業中心的一個區域 Hello 大家好 我是韋仔 今天帶大家來到金灣 看一個我們明星的豪宅盤 就是我們的九州保利天和 九州保利是兩個大超級大型的開發商 合作起的樓盤 然後賣到第四期 其實如果之前有留意我們金灣樓盤的觀眾朋友 都會有聽過我們九州保利天和這個名字 然後再賣的是低密度的豪宅盤 兩梯四伏 二十六層高 就是一百零一平方的三房兩位 以及一百二十四點九 即是一百二十五平方的四房兩位的戶型 事分單位 我剛剛也有瞄過一下 就有一個六米七成四米八左右的客廳 非常誇張 亦有一個超級大一個主人房 一起去看看 OK 今天來到四期的實體樓上面 這裡也叫做熱樓 買到是怎樣 買到就是怎樣 原來看的是一百二十四點九平方 即是一百二十五平方的一個單位 四房的 但是它做了一些改動 進入門口之後 其實我們右手邊 正常來說 這個位置會有一個書房位置 書房位置 現在就 拼通了一個書房 再做廳 而之後呢 它這個露台也是推出來 就封了窗 大家看到我們整個廳裡面 非常誇張 去到是六米七的一個叫做 開間 叫做長度 整個廳六米幾的 這裡就算我們的闊度 也有四米幾 所以這個廳是非常巨無霸的廳 廚房這裡也做了 我們少許的一個改動 它做了開放式廚房 正常來說 進入門口之後 這裡是會有一棵牆 我們廚房就在這裡進入 它就做了開放式的廚房 所以廚房的面積會小了一點 然後就做了我們一個飯廳的位置 所以看到其實都很闊落 我們這個一百二十五平方 那就是做了南北對流的一個設計 雙露台的 雖然它封了窗 這個是我們一個生活露台 那生活露台方面的話呢 就是放回我們一個洗衣機 和熱水器 那當然這些櫃到時候沒有的 要自己弄 OK 那我看看我們的房間 那原本這個四房單位 它就鋪了其中一間書房 做了一個廳 然後裡面有三間 是的 可以看看 我這裡就是客廁位置 客廁是中規中矩的 沒有特別驚喜的地方 面積來說也不算十分大 OK 看看我們的三間房 其實這個已經成千三尺了 我相信其實每間房都會有 一個比較不錯的空間 這間就是一間客房 客房看起來其實都是做到 這間是咪半床來的 也是做到三邊落床 還有也有兩個床頭櫃 這個就跟我們一個叫做 主楼台差不多的方位 我們這邊是朝東南的 看來我們東南的景觀 也是無遮擋的 我這裡只是三樓而已 我這裡只是三樓 叫做面積 畢竟他都會有很多空間 他弄了書桌 一張咪半床 還有一個床頭櫃的位置 一個飄窗位 其實可以拍到飄窗裡 這裡越多空間 做衣櫃、書桌沒問題 是的 看看我們的主人房 其實我們這個主人房 就有點誇張 老實說 看看我們的套廁 我們這個套廁 跟我們外面的客廁大小差不多 但企缸方面就會大一點 很少 很闊落企缸的位置 看看我們的套廁標準 還有鏡櫃 洗手盆、馬桶 企缸位置都會有 包括我們這些胃肉 都是比較高的套廁標準 看看我們這個 看完我們巨無霸的廳之後 這個也是巨無霸的一個主人房 我們這個主人房的長度 都去到六米多 剛才我看了數據 我記得六米三左右 我記得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放了一張Kingsize的床 大家可以看到了 Kingsize的床 這邊還有一個很大的位置 真不知道做甚麼 我覺得這裡可以做衣帽間 你用這個位置做衣帽間就行 包括我第一次見 主人房裡面放了一張梳化 這個真是誇張的 非常之大闊落的一個空間 就是六米多的一個長度 這個面積是125平方 現在賣大概 我可以計算一下多少錢 125平方 現在賣大概256000 然後賣大概310萬左右 首期大概是60萬左右 可以上車到我們今晚的超級豪宅款 我們看 scroll down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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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聊一下 我們 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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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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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整个整体的主人房是做一个对流的 其中124平方是南北对流南北商飘窗的设计 110平方都可以做到北边有个小飘窗 看客户后期如何改善以及设计去打造我们的一个居住环境 明白 我想问一下四期这方面是什么时候交流的 四期的话是去到25年6月份交流的 第一批是25年6月份 整体的部分是25年年来的 明白 管理费大概是多少钱呢 全部高层管理费都是3元每平方的 3元每平方 统一都是地下两层的车库 我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两期的价钱会不会有什么差别 两期的价钱目前差别并不是很大 整体均价是25000至26000之间的大征装设计 如果这个现楼都是25000至26000 会不会有些可能便宜了24000 会有 要看楼层来做一个区别 我想问一下这里是越高越贵 还是可能中间偏高 中高楼层越贵 我们这里有看我们项目的后群体图都知道 它南边是金湖公园 北边是高与枯架上 肯定每个楼层越高的价格肯定会贵一点 即是越高越贵的 是的 麻烦梁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区位图 麻烦梁先生给我们介绍我们的附近配套和区位图 这样的话我们看回政府的规划图 我们整个九州保利天和位于金湾区 鲁城的一个核心区里面 它整体佔地是236万坪的佔地 距离红磕大桥只是一站之隔 全场距离只有200米不到一个距离 就可以直接上桥了 这个红磕大桥是作为一个港珠澳大桥的西沿线去打造的 那往我们这个项目出发 接着经红磕大桥通往到人工岛大概需要25分钟的车程 接着一个小时内的车程就可以通往到香港了 全场是过半钟来往的一个车程 就十分之方便的 那么我们在我们项目的一个东边这里 是一个金湾区城里路 16公里长的金湾区城里路 接着我们项目往北边走 这个位置就是商业中心的一个区位 那么我说以及华法商都 市民技术中心、餐饰服务中心等等 它都已经是投入使用的了 那么我们北边的土地已经是规划完善了 就是它已经是饱和的了 那么政府近期规划在我们项目的西窄这里 是一个金湾区珠海市的一个移居示范区 那么它以后主要的一个配套 都往我们西边去进行一个打造的 以及航空城的养老院、科幼等等这些配套 以及其他的商业体都会陆续在这里完善的 还有奥体中心在我们项目的一个 这个属于西南角这个位置 就是隔着一个湖的 那么可以看到了 整个九州保利签和 它是位于整个金湾区 所有配套最核心的一个区域里面的 那么住在这里 你出行以后都是比较方便的 还有我们现在南边这个城长楼已经是贯穿的了 那么我们近期等政府那里安排整体的一个公交运行之后 那么我们可以在我们航空城 以及整个珠海市可以通过所有的公交线路 明白 是的 那么看回我们这个项目 其实无论是哪个方位都好 都会有一个相应的配套 是的 即是如果向上边上边就是北边 是 是 就会有一个华华商都 是 还有一个现成的比较成熟的配套 是的 还有未来的话我们都会有其他的配套 陆续会跟上 是的 那么西边的所有规划 所有配套都会陆续会跟上 那么我南边这里看 那么除了金湖公园之外 还有医院 三格级医院 人民医院 是吧 那么跟着有公安局 还有一个商与小学 中学等等 那么所有配套就比较合适 现代的一个群体去居住 以及一个集中化的一个居住环境 是明白 其实看这张图大家都会见到 其实我们的项目 可能是位于整个 今晚的一个比较中心点的位置 是的 所以其实就想享受商业配套 或者有限配套都可以很近的享受 是的 OK 那么今天辛苦了梁先生 那么详细和我们介绍 我们这个保利天罗这个项目 OK 不知道看了我们这个片段和示范单位 听了我们内长小说的介绍 大家对这个楼盘有心不心动呢 其实如果是觉得有兴趣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议室 或者去到我们一个太子善牙的门店 去拿回更加详细的资料 那么OK了 那么今期节目差不多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三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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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在